LCCF TV 版本 LCCF TV 版本 LCCF TV 版本 欢迎收睇LCCF TV 大家好,今天与大家简短介绍 在日本北海道最大的巴士公司 北海道中央巴士诸诗会社 於1943年創立 自在北海道經營本地和長途巴士的巴士公司 該公司經營連接北海道各城市的路線 其核心業務是新千歲機場、集房、旭村、小津、 岩堅澤、石壽、農村和衛亭等縣 以及當地城市和包車服務 此外環綜合經營 沙村高速公路六周 餐廳和酒店業務及小津天九三滑雪場 和以細谷安納布里滑雪場等觀光業務 是北海道最大的巴士公司 公共巴士及機場巴士路線均有提供可免費WiFi服務 公共巴士路線有70個車隊以上行走 車隊品牌已日夜50零為主 其次是日產實力和30 由於巴士經常要在雪地上行駛 車底和車身經常積雪 所以車隊的底盤和車身 非常易出現受蝕現象 車體保養上緊 軟救其他地區困難 和需要夠多時間去處理維修保養 現在我們簡單看看車隊的介紹 和一些車隊相片 加熱衛 過程 外面 1 门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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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LCCFTV 大家记住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